這次來美國戴的是哪一支手機啊 喔你說它嗎 是三星的A60啊 大家好我是電車少女貝爾 看我這一身造型 應該知道我剛從美國玩回來吧 誰看得出來啊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A60跟其他A系列的成員 有哪些不一樣的特色呢 那A60它其實定位是比較接近 A50跟A70 它的尺寸呢比A50還要小一點 但是它擁有跟A70一樣的 三個厲害的主鏡頭喔 最大的特色呢 它是這個A系列裡面 唯一一個搭載歐極限全螢幕的手機 好了 我已經迫不及待 跟你們分享我帶它去拍的超多美照 繼續看下去吧 A60跟A70一樣 擁有相同的三組鏡頭規格 分別為3200萬畫素 加500萬畫素 加800萬畫素 這樣照片呢 是我們開車邁向Las Vegas的路上 天空真的很爛 不過照片的顏色又更飽和了一點 嗯不用修圖就可以發文了 第一張呢就帶大家來到大峽谷 OMG這個美景 是不是漂亮的像一幅畫 單看照片真的很像是被劈上去一樣 這樣就是很著名的馬蹄彎啊 喔還有這張 通常拍夕陽景的時候啊 人物都會黑掉 那這張照片呢 清楚的拍出夕陽跟我 看到照片是不是很想親自去目睹這些美景啊 主鏡頭有支援景深即時預覽 它可以自己調整景深程度 我覺得邊緣計算的蠻準確 人物可以明顯的被凸顯出來 A系列成員都有搭載的一個功能 就是123度的大廣角 拍擊物的時候真的很方便 美景可以盡收眼鏡 再來帶大家來到賭城 Las Vegas 太陽下山後的Las Vegas 似乎才正要開始 整個城市就像個服夜城 各個高樓都在比服誇 我在拍照時 HDR會自動開啟 那顏色呈現上呢就會蠻飽和的 用A60來拍這個燈火通明的Las Vegas 很適合呢 如果是在光線微弱的夜景 A60也會盡量提高亮度 建議拍照時把手架在比較穩的地方 或是利用腳架 就能拍出比較清晰的照片喔 前鏡頭則是搭載一顆1600萬畫素的鏡頭 自拍也可以調整景深的程度喔 不過我會建議大家手要拉遠一點 景深的效果才會出現 像在這個咖啡廳裡面 它有點背光 拍照的時候背景會有點過酷 不過照片竟然有把外面的景物清楚的拍出來耶 那我覺得自拍的效果 其實會受到環境光的影響 在室內拍出來的照片會比較有油畫的感覺 那如果是在室外大太陽的情況下 更能發揮它1600萬畫素的效果 現在大家分辨得出哪一支是A60嗎 Bingo 最明顯的就是這個O極線全螢幕啦 正面搭載的是6.3吋4HD Plus的螢幕 那它有兩個顏色是炫紫黑跟炫冰藍 它背面有指紋辨識 它同時支援臉部辨識 手機底部是Type-C的充電孔 那它沒有搭載3.5mm的耳機孔 這點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囉 A60它有搭載螢幕發聲技術 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其實聲音主要還是從這邊的喇叭孔跑出來 只不過你在講電話的時候 整個螢幕都可以聽到聲音喔 就連把手機轉過來也都聽得到 不過我這樣反著講電話 是不是很好笑啊 A60搭載的是高通驍龍八核心的機器 那我在玩傳說對決的時候 還算順暢 那如果是玩我最近很迷的遊戲 熊大上菜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它內建3500mAh的電池並支援閃電快充 我在美國的公路之旅呢 就靠它來幫我導航 那在耗電量的部分呢 我從68%開始使用導航 將近4個小時半的路程喔 它完整的撐到最後一刻 我原本以為它可能會導航到一半就沒電 不錯不錯 其他的詳細規格就在這邊給大家看啊 那6GB的RAM加128GB的ROM 以及它支援4G雙卡雙帶還有NFC的功能喔 如果你喜歡手機輕薄不要太大 而且你預算有限 但你又很在乎拍照的效果 貝爾覺得A60它的主鏡頭啊 算是表現得還不錯 如果你喜歡照片是偏向那種 韓系清新的風格 那你就可以參考一下A60的表現啦 看完貝爾的介紹 不知道你是想要去一趟美國呢 還是想要買一支能夠拍出好照片的手機呢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不要忘記訂閱電話送人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才能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大家掰掰 收工 收心 回家工作 喝 喝 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